今天蔡依林跳钢管五旋空策利益的照片的曝光 引来网友惊叹 排队膜拜 直呼是名副其实的拼命散扬 还建议她冲击奥运会 的确蔡依林为了练这个高难度的舞蹈动作呢 几乎是到了自虐的程度 2006年10月蔡依林为了台北小巨蛋演唱会 苦练体操动作安马 一度手软无力跌下安马 身体多处瘀青 2007年8月 她为特级专辑苦练无重力钢管五级空中雪 旋转这个彩蛋 自我要求太高泪到哭出来 2009年5月呢 她为花蝴蝶专辑快速却成了芭蕾舞边转 结果呢 肩胛骨歪掉 大腿肌肉拉伤 腰伤救急也复发 其实呢 娱乐圈里面从来就不缺乏这个努力的人 蔡依林依靠自己的努力完成了从母娘到母后的蜕变 这个小小身躯的女子 身体蕴含的爆发力 一次又一次证明了她的出色 以及亮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